淡水區鄧公路旁北四道路的邊坡 有一段設置有將近50公分高的矮牆 經過時間長久下來已經破損 而且還鋼筋外漏 一旁往下看就是落差有三層樓高的邊坡 對於國小學童或是其他行人而言 可是相當的危險 因此里長也向區公所等相關單位來反映 希望可以將這裡的牆面改善 在淡水區鄧公路旁北四道路邊坡 有一段將近設置有50公分高的矮牆 理講說這一片牆是屬於過去數十年前 社區在興建時所蓋 經過時間長久下來已經破損 而且還鋼筋外漏 一旁往下看就是落差 有將近三層樓高的邊坡 對於國小學童或者是其他行人而言 可是相當危險 鄧公路上面這個是北四道路 那其實行經的車輛跟人都還蠻多的 那這個在這個靠近右邊的這一個撥坎 下面就是泰隆社區跟柏園 那因為它的高度只有50公分高 那有一天小朋友其實在那邊吵鬧 奔跑看起來真的很危險 這一段長不到數十公尺 但卻沿著馬路旁 行人都得經過這些突出外漏鋼筋的旁邊 只要是一個不小心就容易造成受傷 因此里長也向區公所等相關單位來反映 希望可以將這一面牆面來改善 所以我也請公所來做一個現場的會刊 那公所現在同意把它做高到110公分 然後也做一個美化 把它做一個漆上白色漆 然後上面還有黃光鏡 希望那個車輛在晚間的行駛的時候 能夠更加安全 那也讓我們的行人更加安全 里長表示日前有惠同區公所前來會刊 而公所也同意進行改善里長 未來希望可以將牆面加高到110公分 除了將外漏鋼筋移除 還可以避免行人墜落邊波 而且在牆面加設反光射虛 讓經過的車輛可以清楚看到 增加行人與車輛的安全 記者許端一帶去采訪報導